各位朋友谢谢大家 我还得补充一下我的自我介绍 在对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来说 我实际上是个编外人员 我不是这个学社的研究人员 只是在后来刘遍先生 办他的那个新闻快讯 叫newsletter的时候 左右看看没什么人 所以就拽着我去给他做编辑 所以我是编外 那么今天这个发言 本来我还是稍微靠后一点的 但是因为我们技术上有些故障 所以把这个在现场发言的人往前提了 这样的我的这个内容就有点突兀 本来我计划的是 在很多人谈了于英时先生的 学术思想人格文化价值之后 我呢算是一个编外的补充发言 我只想说一下就是于英时先生去世之后 我心中的一个很大的遗憾 这个有个人色彩 但是既然提前了我也没办法改了 我就只好给大家汇报一下 于英时先生去世 我心中的一个遗憾 我想我们都活得够老的了 回首往事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做到很遗憾 那么我这个遗憾呢 有个前提就是 我作为一个从八九年之后 从一个社科院的研究员 当然不是皇城北京的社科院 是我们山西省社科院 堕落成一个记者在美国 我就从一个研究人员 变成一个记录当代事件的一个记者 那么于英时先生去世之前呢 我仔细数了数 可能我对于先生所做的这个访谈 不算少了 那个最早是2002年10月份 我对于于英时先生有一个 中国近代史著问题的一个专访 当时没有发表 我是把它扣下来了 准备放在我的一本 庚子国难的那本书里头作为附件 但是后来那本书迟迟没有出来 我把它发表了 接下来呢 就是刚才王丹提到的 王丹提到的就是于先生 获克鲁格人文奖的时候 有一个跟中国流亡人士的一个 内部座谈 我把它记录下来 发表了 然后呢 之后呢 就是还有一个2007年 陈奎德先生和王康先生 他们两个人专访 专门谈于英时的意义 这是我的一个专访 此后呢 2007年的三月 我又对他做了一个访谈 叫再谈中国近代史著问题 这个也是个专访 也后来出来了 再后来呢 是2012年 孔子学院 那时候 举世尚未了解 孔子学院的性质 但是我对他做了一个访问 非常好 我记得是这个访问 题目就是孔子学院 及其影响 这个访问大概是半年之后 美国国务院就停止 继续签发在美国的孔子学院的 中国教师的签证 最后一个专访呢 是实际上是2018年做的 这是一个虞先生没有完成的一个访问 我把这个梅永远不会有回答的这个专访 这个访问就有七八千字 我把它发表了 基于这些情况呢 我就要谈我的遗憾 2002年第一次我采访他的时候呢 我就跟余先生说 我说呢 北明 在1997年到2000年 做了美国国会图书馆 两三年的冷板凳 那个里头非常凉 也不许穿外衣 也不许吃东西 也不许喝水 你只能坐那翻文件 我在那翻阅了1900 庚子之年和这个前后这几年的 这个美国外交档案 那个时候外交档案 那些那些后的那些纸已经发黄 你要一复印你翻动 它就往下掉渣 已经是很难得了 我在看了那些资料之后 主要的话题就是庚子国难 就是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问题 接着呢 我也在那里头看到了这个 当年的申报 当年的中外日报 是当年的好些报纸 那么我在那看了之后呢 我对这个 我脑子里被中共所描绘的 这个八国联军义和团问题呢 就出现了另外一幅 全然不同的图画 我当时看了之后是手脚冰凉 后来我就开始做这个节目 我这个节目是个系列节目 到最后呢 我采访于英时的时候 我已经决定一定要把这些史料 做成一本书 披露给中国 那么我就跟先生谈了 先生呢就说 你披露的这些事情 这些令人震惊的这些事情 你在写书的时候 一定要所有的事实 都要有注视 有出处 有来处 我当时记住这句话 因为当时我的书稿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的是广播节目 我只是写的是广播稿 就像很多大学里的教授 上课的时候 它是一个教材 最后出书 他非要进行整理 那我答应于英时先生 我这个事情一定会做 当时我也请于先生呢 帮我这本书 好了之后做序 于先生没有说别的 他说你写完的时候给我看 但是我一定要有 你一定要有的注视 全部找出来 这本书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我只披露一个简单的事情 就是当巴国联军 我拐一下弯啊 两分钟 一分钟 巴国联军 我们说是侵略中国 当他所谓侵略中国的时候 十一国在中国的公使馆 已经被围困了 每天是炮打子弹 在那就是遭到严重的暴力进攻 而且呢 在这个期间 当巴国联军从天津大姑登陆之前 这个这十一国跟中国外交部 就是中国的这个总理衙门 当时叫做 已经有过外交的正式的渠道 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有赵慧 你们知道赵慧了多少次吗 你你你很难想象 我就不公布这个数字了 事宜两位数字 几十次 在这几十次 外交正式赵慧 希望解决这个公使馆 被围困问题 失败之后 而且在这个公使馆 被围困 在全世界都没有消息 以为他们已经被夷为平地 但是后来又突然有了消息之后 这八个国家才开始组织联军 我想如果我们把脑子换一换 换到现代的话 如果说现在 哪一个国家的几十个公使馆 都被这样的攻击 我想联合国一定会出兵的 我就说到这 然后这本书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后来我就告诉余先生 我说我一定会把这些注视全部找到 其实找注视很麻烦 因为过去的东西 我要回头找 还不如你直接看史料 所以等于我把这本书 又捋了一遍 那么 2007年的时候 大陆学人来我家 我谈了这个事情 我就也想找一个大陆的人 做这个序 那么袁伟石先生 听到这个消息 他就问说 这个写这书的人 是不是写 那个 汉林苑被焚真相的 那个作者 当时我的有一些 单篇的稿子 已经传入大陆了 而且被copy去了 也没有我的名字 但是他看到了 他确认了之后 他说他会帮我做序 那我就继续做 等到这个2013年的时候呢 有一位很好的美国学人 帮我把这本书推荐到了 中国的三联书店 三联书店 三联出版社很快回信 说我们愿意出这本书 但是我们知道非常难 但是我们希望 指名道姓 英识作为学术权威 给你这本书背书 那我就想英识的这个叙迹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了 对于出这本书 但是呢 我也知道 我因为是嫁给 自由亚洲电台了 我每天正式的时间 都要去给他们主持节目 现在有两个 专题节目需要主持 当年是一个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书 一会儿中断 一会儿举起来 因为我不是个机器 我一开 我就可以做这个庚子国难 我一关 我又回到我这边的话题 很难 不可能 必须全力以赴 所以我必须 我就只好中断了 所以我知道 是因为我拖的时间太久了 自从余先生 2002年说了那句话 一直到20 我想是14年 我又跟他联系了一次 等到2020年 我下定决心 奎德知道这件事 是吧 我跟奎德商量过 我下定决心 把这本书的目录 其中的一张 还有一封信 还有一个简介 我就发给余先生了 我说余先生 我希望您看一看 我要确认您能帮我做这个序 如果您能帮我做序 对我是一个触动 我就是辞职 可能要把这本书写完 因为一个人一生 不可能有几个20年 这本书已经19年20年了 但是呢 那个是2020年 余先生就明确的回答我说 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写 他的个人传记了 他的所有的学术研究 已经基本大告成功 他就像罗素一样 已经觉得自己在世的使命完成了 他已经准备他后来的 要走的这些事情了 所以余先生当时 我估计精力也不行了 总而言之 余先生说 他不会给我写序了 那我也知道 我本来就妄自飞薄 我之所以敢鼓起这么大的勇气 请余先生写信 我跟余先生刚才说的不一样 余先生说余先生是一个伟人 但是我们在他身边的 觉得他平易近人 我们像朋友一样聊天 北明不是这样的 北明跟余先生交往 总是仰面去看 而且还看不到底 总是战战兢兢 总是特别害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 可能因为就是因为 我不是普林斯顿的正式的成员 但是呢 我之所以敢鼓起勇气来说呢 我也因为有一个底气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极权国家 这些里边的史学家 不说话的时候 那么谁来接替他们 清理历史的任务呢 从苏联来看是记者 比方说梅德威杰夫 他让历史来审判 他就是一个记者 索尔人尼琴是个啥 他没大学文凭 他是古拉格的一个囚徒 他还是一个癌症患者 但他也揭示了苏联的历史 所以我是因为有这两位前辈 俄罗斯前辈 我才敢鼓起勇气 说我干这件事情 而且我守着美国国会图书馆 如果中国学者 学者出来的话 他们既不能把书借出来 他们还得住在那儿 花很多钱 所以我这个成本是最低的 所以我敢鼓起勇气 但是呢 我在这儿要向大家报告 第一这是我的遗憾 第二我要向大家报告 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件事情 说出来呢 就是我想告诉大家 第一我记得余英时先生 对我的嘱托 要把所有的注释全部加上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90% 这本书只剩下最后一张 第二点呢 我也告慰余英时先生的 在天之灵 我在这里当众把这件事 说出来的意思就是 不管20年还是30年 只要北明还活在世上 我一定要把这本书 按照余英时先生的嘱咐 把它完成 这就是我的一个遗憾 而且我希望 我医生有很多遗憾 希望这件事情 最后这个遗憾 被我把它消解掉 好 我的讲话就完了 谢谢大家的耐心 谢谢 谢谢